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前几天我在节目里说 这个世界越来越魔幻 每个人都活在多重宇宙之中 那现在这种魔幻感 每天都在加强 几乎到了令人欲罢不能 欲哭无泪的程度 那今天这个节目 我开头先给大家来个歪施顺口溜 看到今天这个情况实在是忍不住了 叫什么呢 叫动态清零霉系 孩子强行调剂 夫妻同床分离 天王下乘小劲 我们一个一个讲 为什么说动态清零霉系 这个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今天看到 本来在前些天 第九版的防控通知也出来了 另外相关的防疫措施确实看出了一些放松的迹象 比如说原来2加1 2加2的这种居家 这种强行的隔离变成了7加3 很多航班也要重新恢复 国际之间的这种飞行 同时一些城市 一些地方复工复产也在有序的进行之中 但突然今天又不行了 我们看到西安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 对西安市踩下暂停键 又要搞为期一周的叫临时性管控测试 像这些词啊 我们都必要去钻眼 不必要去纠结这些字眼 因为一开始有什么精准防控 什么动态清凉 什么社会面清凉 什么社会面暂时停止大规模活动 等等等等 这些词啊 我觉得二三十个是有了 到最新一个叫临时性的管控措施 那这里面我相信大同小异和之前的啊 这种封城啊 是类似的 那就是西安又不行了 为啥 那就是因为西安又出现了一个病例 这种病例不是一般的 而是现在国内很少见的奥米克隆BA5 这个类型的 为什么说BA5出来以后又成了这个样子 那就是国外这个BA5啊 已经火了好几个星期了啊 尤其是欧洲法国 法国昨天24小时之内确诊20万 太可怕了 一天20万啊 那这里面主要就是以奥米克隆的四和五为主 那四和五啊 有个很明显的特点 特点那就是更狡猾 更难以 侦测出来 更难以被发现 而且之前啊 打了两三针三四针的这些人 我一些朋友也有人被这个奥米克隆的四或者五 这个版本给击倒 当然了 看个人身体的情况 我这些朋友啊 得了以后啊 有一个星期比较难受 其中一个星期中的有一天特别难受 基本上是发高烧 浑身痛 当然这些高中生啊 大学生症状要稍微好一些 两三天就过来了啊 那么这个奥米克隆四和五 在欧洲啊 风起云涌 搞成这个样子 那对中国的防疫 坦率的讲 那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压力 你想怎么可能外部世界搞成这样啊 你中国能独善其身呢 特别是现在疫情防控 在某些层面貌似在放松的情况下 那很快就会有了 但说快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快啊 因为我刚看到法国的新闻 同时又看到了西安封城的这个新闻 我就知道啊 原来可能是一个毒株 结果他们公布的 果然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无 那这个暂停怎么暂停法呢 所有的公共场所 比如说KTV 网吧 茶馆 健身房 各种培训 中介机构 人员京城聚集的经营性场所 还有图书馆 博物馆 营军院 农村 寂寞市场 等等等等 都在此列 暂停营业 当然目前啊 餐饮业 还不需要停业 但必须停止 堂食一周 仅可以提供外带 或者外卖 中小学幼儿园都提前放了假 高校实行封闭管理 所有宗教活动场所 暂时关闭 当然在这个时候想娶媳妇的 没戏 喜事缓办 丧事减办 宴会不办 那这次肯定会对这种 普通人的这种 社会和个人的生活 产生极其重大的一个影响 当然这次西安市政府称 不是封城 你看你强调这种词 有什么意义呢 目的是为了尽可能让社会静下来 减少社会性流动 找到潜在的风险源 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西安市讲了这些话 当然在西安市有关的官方的文件里面 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些迹象 那是什么呢 发布了这些新闻以后 西安市首先强调 广大市民 你要不信谣不传谣 拜托 说白了 如果早信谣早传谣 早信了当年武汉八君子 人家发出来警告 这个疫情也不至于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西安市有关方面 还发出来了寻人通知 西安市燕塔区紧急寻人 寻找这些人 就是经过一些流行病学和大数据的调研 发现了相关的染疫者 或者说可能是密集者 他的活动取向 这个活动取向 实际上我看还挺多的 逛了不少地方 燕塔区地方也很大 还去了丽江 阳光丽都 一江 小吃店 还有很多其他的 都在紧密的寻找之中 那西安也是在中国的第一波疫情里面 受到的创伤比较重 采取的措施比较严厉的 这么一个特大型城市 除了西安以外 上海也又出了江湖 上海多个行政区 今天毫无预警的宣布 将在三天内进行两次 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那删查期间 当然就采取封控处理 从昨天下午开始 已经有社区传出 只能进 不能出 这一次据说是因为多家KTV 传出了群聚性疫情 看起来封锁的场所 像KTV这种 什么酒吧 这都是特别容易出事的地方 前段时间北京的疫情反弹 不就是和天堂酒吧有关吗 这种地方 你说去这些地方喝酒 去唱歌的人 都是为了放松 都是为了在平常 非常憋屈的生活里面 找出一点亮色 说白了就是去放纵一下 你说有几个会戴着口罩 去酒吧喝酒的 有几个会戴着口罩 去KTV唱歌的 根本不可能 所以这些地方确实也是试过 疫情愈发的场所 上海市这一次 实际上还是挺严格的 16个行政区里面 有12个行政区 要搞三天两解 这一次 KTV这个事情有点蹊跷 咱也不知道这几个人咋想的 这一次的阳性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足迹 至少遍及五个行政区和六间KTV 你看这帮家伙 满上海找就唱歌 唱了六间KTV 这是到底是背后是什么心理 真的是值得琢磨 那真的可能就是被疫情被憋得太久了 要唱就唱遍上海滩 就跟前段时间北京疫情稍微放松点以后 我一个朋友他在北京 他说放松以后他上网 在北京200多家饭店都订好了 每两天一次吃什么 或者是每天都去吃 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你说就像我这个朋友跟这帮唱KTV 要唱遍上海滩的这些歌手一样 你这不是长麻烦吗 你要是成为这种疫情的携带者 或者是密接者 那你真的是叫超级传播 超级传播 我那个朋友如果他得了 染上了这个病毒 他去200多家饭店 你说这里染多少人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控制有控制的成本 控制后期带来的反弹 这都是相互的 所以这次上海人苦中作乐 说这是上海疫情三部曲的第三部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部叫华庭往事 今年三月上海爆发大公文疫情 就是因为从华庭宾馆 出来的第一个案例 那地方是疫情的爆发点 所以叫华庭往事 再然后是红玫瑰 为什么是红玫瑰呢 红玫瑰是上海的一家美容院 上海解封以后 又爆出群聚疫情的地点 就是这家红玫瑰美容院 密切接触者将近500人 这一次KTV第三部 大家给他起名 叫我为歌狂 这帮人真够狂的 把唱歌能唱成这样 能唱成疫情第三波的始作俑者 那真是可以说 也是一帮奇葩歌手 当然这些措施 比起万恶的松懈的 毫无警惕性的资本主义 还是要估计要见效的多 因为你看法国一天20万了 仍然政府只能建议一些事情 当然个别城市像尼斯这种旅游行的城市 市长急了 说在公企身上公共场所 你必须戴口罩 我认为这也是对的 事实上现在这些东西 病毒在变化 很多事情 你难以预测 它最终发展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有人说 奥米克隆病毒越发展 它的隐蔽性越强 越容易传染 但是它的症状会越来越轻 但这一次四和五出来 好像不是这样 很多人的症状还是挺重的 所以对那些本来有基础病 年龄又比较偏大的这些人士 真染上了这个东西 能不能挺得住 真难说 真难说 所以坚持戴口罩 洗手 恐怕是最有效 也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的方法 所以我爸今天讲的第一部分 叫动态清零霉系吗 因为看到没 这西安才是刚刚发现了第一例 或者头几例奥米克隆 第五版 不知道已经传出来多少了 这种情况只会越发展越严重 在国外的情况 它已经走出了深渊 该得的都得了 所以可能它会很快的走出来 或者至少社会上现在没有那种恐慌的 非常恐惧的情绪 但在中国一下大家又陷入了一个深渊 所以我现在很怀疑国内我这些朋友的 他的记忆曲线到底怎么回事 前段时间受了这个罪还不够吗 刚刚消停了一点 判了三个月有期徒刑 全体上海人 你看这下又来了 又开始要疯 难道你真的这样一辈子就要折腾下去吗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恐慌情绪传染到了全中国 前几天你看北京市委开会 北京说了将来几年要坚持东台清零措施 人家据说蔡书记没说五年 结果让这帮记者用模板给套上了五年这事 一下五年这个事又成了一个当天最流行的词 把大家搞得七魂八处心理害怕 不敢想象以后五年还要这么过 还要这么过 那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你不放弃动态情绪 不放弃这种极端的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很二的这种抗疫思路的话 坚持五年可能不是梦爱 很有可能是五年 请问如果奥米克罗最后就变成了流感病毒 流感这不几十年了 你也没消灭 那如果你用现在这个态度来对付一个超级大流感 那可能不是五年 可能会是十年 所以这种情况 不但给老百姓提出了挑战 给这些防疫当局提出了挑战 那更关键的是给习主席提出了挑战 你看你刚说的言忧在耳 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就能胜利 懂怎么样 现实证明 你得看什么事 共产党就怕认真二字吗 马克思主义讲的啥 这辩证唯物主义 什么事你得辩证的看啊 那如果你能按住他 那当然好 你现在不是按不住吗 全世界也都按不住 除非你能彻底的闭关锁国 你跟北韩一样 把边境封上 谁也不准来了 那可能能把后边的五二六二七二八十 可能能减缓一点 但即使这样 北韩不也是已经有疫情了吗 那你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这么差 二十大月要开 最关键的是拜登这孙子前两天又放出风来 今年说无论如何 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超过中国 中国那边也马上怼过来了 说不会 中国速度不会低于5.5 一定会超过美国 那你这都怼上了 请问奥米克隆后面这些变猪都来了 你难道会再次关上国门吗 这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更不用说像李强书记这样的 还没怎么着呢 就宣布又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的胜利 你胜个鸟啊 胜啥呀 坚持有时候就是愚蠢 坚持有时候就是二逼 坚持有时候就是男人不当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动态清零的举措 还要坚持多久 反正我看是没洗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段 叫动态清零没洗 那这个夫妻同床分离 同房分离是咋回事 其实也和这个封控有关 上海最近封控小区手册都出来了 这方面做的很细致 你看上海说 要求七天内足不出户 尽量做到一人一时 与同住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看与同住的人保持距离 那说谁呢 那不就是说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夫妻吗 对吧 父母带孩子的也不行了 母子得分居 夫妻也得分床 咱也不知道这种规矩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上海市搞了要求家人之间也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这个事会影响一个重大的基本国策 那就是鼓励生二胎和三胎 那现在这个时间反正他们也出不去 唱歌也不让唱了 是吧 出门堂食吃饭也不让吃了 他俩在家可不就是最佳的造人时机吗 你看他让人家保持距离 这两者之间你看孰清孰重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比一切都重要 关键时刻到时候没人了 都是要老头老太太怎么复兴 所以上海市在采取这个规定 在多年之后可能会害水 这个接触一个恶果 那就是年轻人不够 年轻人不够 现在这个时间正是鼓励大家 加入生产三胎的团队 履行三胎的承诺 落实三胎的政策 这样一个最佳的时机 上海结果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所以他们的政策水平确实是有点问题 那说到生孩子这个事 我真的是感到尤其的悲哀 尤其现在的这些女权分子 把一些不应该当事的人事 当成个大事 该当成事的不当回事 前一段时间 你看这个封线事件出来的时候 可以说是全往那边 群情汹涌 但你看到后来 封线这个事也没人提了 这个女生封线的巴海姆 自始至终都没有亲自亮相 说一句话 表一个态 自己是不是到底精神有毛病 存不存在强制的性行为 那几个孩子是不是都他生的 他怎么来的风险 一概没有听到他本人的声音 这个事情已经够魔法了 但是跟今天这个事情比起来 那简直是小五见大五 这个事发生在中国的广西 为什么 广西全州的一对夫妇 1990年因为超生 第七个孩子被县政府抱走了 抱走以后就没再送回来 从90年到现在 这对夫妻寻子30年 想通过信访的方式求助 却得到了卫健局 不予受礼的通知 这个通知我们也看到了 给大家贴出来 这里边说的很清楚 说你的孩子 第七个孩子 我们对他进行了社会化的调剂 简称社会调剂 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当时全县统一进行了社会调剂 超生孩子 没有留存任何记录 因此你现在提出来的信仿是一样 不予受礼 那这个事简单的说就是 人家多伤了个孩子 寄生办相关人员 就把人家孩子抢走了 不知道到哪去了 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孩子在不在 给谁了 不知道 这太可怕了 这太可怕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 官府 获得很多官府的人员 那就是戴着大眼帽的人伴子 没有利益驱动 他会把别人的孩子抢走 随便进行强制调剂吗 调制到哪去了 人家有没有付钱 这太难说了 更何况这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媒体报道 尤其是海外 到中国收养孩子的这些家庭 实际上是很多的 那这些人家庭往往在中国收养的时候 还要交少着三万 多着五万八万 这种程度不同的收养费用 那他们收养的孩子里面 有没有被他们政府强行调剂 从人家家抢走免费的是吧 转手给了人家这个收养的 他还收钱 那你这个行径和人贩子到底有什么区别 具体到这一家 广西这一家 这一家父母 唐岳英 母亲唐岳英和他老公 育有四男三女 最小的儿子 八九年出生 到现在被抱走 你看已经33岁了 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了 当时他们甚至没有条件 也没有机会 给孩子留一张照片 这给他们后来 现在寻找他们的孩子 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困难 那根据有些媒体 暴露出来的细节 当年寄生人员到他家 要求他们抄生罚款 交这个抄生罚款 因为家里没钱 就把他们家具 电视 猪都被带走了 你说这和鬼子进村 有什么区别 后来父母卖猪交道股 交了2000元罚款以后 又被告知罚款6000元不封顶 因此一直没有能够交其罚款 所以他们比人贩子还恶毒 为啥人家交了钱了 他还是给抱走 给强行调剂了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中国女生肚子 那真的是一七八 当年你看 人家多生这几个 不就是现在想要的结果吗 现在想让大家多生 人家生了七个 应该给奖励才对 现在好吗 当年怎么做的 没有得到纠正 把人家孩子抢走 现在又逼着别的女生赶紧再多生 所以这种情况 中国有没有人权 你就看看女生这个肚子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事情 从相关的报道看来 不是一个故案 也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那后来有人把中国青年报 2014年那篇文章翻出来了 那篇文章讲什么 说超生女孩的家庭 因交不起罚款被送养 调剂23年 当年那个事情发生在四川大洲 有个女孩叫谢鲜梅 她就是被调剂到别人家的超生的儿子 她现在这个家庭 她的继父叫谢运才 30多岁 娶不到老婆 很穷 有人就建议说 你到当地寄生委去领养孩子 因此 娶不到老婆的谢运才 又想要个孩子 所以她就卖了两头猪 凑起200多块抚养费 交给了寄生办 才带回了谢鲜梅 你看 你看 从我刚才的这个叙述来讲 如果把寄生办三个字去掉 那就等于是人贩子有200块钱 把一个强行调起来的女孩 卖给了当地一个老光棍 让她有个孩子 老光棍有没有资格有孩子 也有 娶不到老婆 难道想当个父亲还过分吗 不过分 但问题的关键是 政府这么做 难道就是合理合法的吗 你们和人贩子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以 今天这个局势就是十分的魔幻 就在这种情况下 爱国的小粉红 这些老粉红 这些不亮亮的家伙们 任何事情都盯着别人 你爱不爱国 请问 如果你是被调剂走的女孩 你爱不爱国 如果是你的爹娘为了找你 含辛茹苦几十年 耗尽了家财 母亲都已经精神失常 哭瞎了眼睛 仍然找不到你半点下落 你爱不爱国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当然了 人比人 那是气死人 也有聪明的 也有特别有眼光的 你看这不润学兴起了吗 我看北京有人注册了公司 叫海浦优润有限公司 正是八经注册了 我想海浦优润这词听着耳熟 仔细一听 原来叫help you run 就帮你润掉 赶紧跑掉 这公司起名真是有学问 我们也相信他们会生意非常的兴隆 我们也祝愿这样的公司生意兴隆 把人弄出来一个算一个 那都是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都是值得歌颂 既有社会意义 又有经济效益的这样一些好生意 我也建议我们的网友里面 有条件赶紧弄个海浦优润公司 帮着你的亲戚朋友 帮你身边人赶紧的润出来 实际上不管是把人家的孩子强行给他弄走 强行搞所谓的社会调剂 还是现在啥拉巴基 后患无穷的动态清零 里边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是啥呢 那就是他们不清楚一点 就是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多事情有他自身的规律 比如说病毒本身 他不讲党性 是不是 所以你再怎么叫唤 他就是不听你的 该怎么传 他还是怎么传 另外人口增长也是有规律的 你当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做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情 让人家超生的不让生 给人家把牛牵走 把屋给他用拖拉机拱掉 让好多人背井离乡 问题的关键是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你想让他们生 人家也不生 是不是 他有本身自身发展的规律 你为什么要强行的 用政府的强力去介入 让他满足你意识的 所谓的治理的需求 你这个需求 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你的手段和目的 真的是统一的吗 你想做这个事情 真的能达到那个目的吗 没有 今天这一切不管是动态清凉 还是把中国女性的肚皮当成拉链 想拉上就拉上 想撕开就撕开 这一切都是权力作祟 都是权力的傲慢在起作用 所以这两天我看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说 说动态清凉要能够成功 他说他改姓习 我说你也改姓习 你也配姓习 我说我如果动态清凉能成功 我王邦瑞王子我倒过来写 最后一节我们就讲讲天王下层小鸡 天天怎么下王小鸡的 天王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天王之一 那就是歌神张学勇 我是听他的歌长大的 在我印象当中 张学勇是一个爱国歌手 以前在很多时候也表态过重大的一体上 表无态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又惹了麻烦 这次他发言以后 我仔细看了一遍 就凭我这个也算是新闻界的资深人士 也看过不少东西 我读了一遍张晓勇的发言 我愣是没发现有任何问题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 他说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 我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 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 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 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 香港加油 你看没问题 说的挺好 后来我把这一段请教一个老领导 我说领导怎么回事 我觉得张学勇说的没问题 哪有什么反动内容 领导当场就训斥了我 说你看到海外来以后 政治敏感度就是不行了 领导怎么跟我说的 他说没有党就没有国 没有国怎么会有港 张学勇发言的时候 不谈党和国 孤立的谈爱香港 这是人为的割裂 香港和祖国血浓与水的关系 人为的去淡化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 必须背靠 必须感恩伟大祖国和我们伟大的党的这一事实 你看领导说的有道理吧 领导说的都有水平 张学友 人为的淡化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必须背靠背 必须感恩祖国 感恩共产党的这一事实 不把它说出来 孤立的讲香港加油 你这就有港独的嫌疑 我听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后背发凉 我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我连早上吃个早饭都没法吃了 为啥 比如早饭 小摊上卖韭菜盒子 肉包子 茶叶蛋 我今天早上就吃了韭菜盒子 马上肉包子和茶叶蛋不服了 说这么多东西 你就捡了韭菜盒子 你是看不起肉包子和茶叶蛋吗 你是不是打心眼里 歧视我们这些爱吃这些食品的地方 就没法说了 实际上没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当天吃饭的时候 看见韭菜盒子挺喜欢 丝毫没有鄙视 歧视 看不起茶叶蛋和肉包子的意思 但是你架不住肉包子和茶叶蛋 他想的多 同样在这个事情里面 人家说香港加油怎么了 难道说香港加油 没前面套上一通关话 就意味着他扫定那些事情吗 实际上在后来 张学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正式予以了澄清 他还正式表态说 自己是一个爱国家 爱香港的中国人 但是作为一人不设政治 是我的基本原则 他说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长大 也希望在香港老死 他说正是因为我跟香港缘分如此之深 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 最辉煌的时刻 而现在的香港实在是 差强人意 特别是过去的几年里 香港经历了黑豹 紧接着就是疫情 百叶萧条 人心惶惶 香港 正是需要努力加油的时候 你看你那讲的有什么错 讲的有什么错 同时张学友也提出一个要求 说希望我们中国人是理性的 是以理夫人的 在世界人面前展现中国人的风范 你看这隐含着的意味 要想租心之论的话 仍然有 那意思就是你说我们这些 小爱国者小粉红老粉红 难道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了吗 这想揪下去 张学友恐怕还会惹人身骚 撇不清 更关键的是 如果这仅仅是民间的反应也就算了 张学友说香港加油以后 央视竟然把对他的采访给删除了 这就证明央视认为也有问题 你说这就奇了怪了 难道央视说爱国和人家张学友说爱国 就有什么区别吗 那如果此风继续长下去的话 那不光是张学友了 那有问题的多了 当然不包括刘德华 成龙这些人 他们在桃上 在台上高唱黄色歌曲 不对 高唱爱国歌曲 对吧 那也是一大景观 关键是 你看像周润发 像梁朝伟 他们肯定也得特别紧张 为啥 我没有看到周润发在公开场合 表达过他爱党爱国的立场 他没有表达过 这里面他不表达 就有问题 因为在重大的历史时刻 重大的是非面前 不表明太多 那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所以周润发有问题 那更不是说梁朝伟了 梁朝伟的老婆 是吧 是在很多时候 那是很上进的 很红的 但他本人 没有在公开场合 这么表态过 也有问题 那更何况 他还演过反动电影 色戒 色戒这个电影极其的恶劣 梁朝伟就代表了一批 代表着帝国主义 代表着反动军阀 代表着特务势力 那种最阴暗的男人心理 为啥 你看他在色戒里面 他竟然作为一个特务头子 易先生 他整到最后 就用一枚钻戒 获取了 俘虏了 我方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王雅芝 王家芝 对吧 叫王家芝 还把人家给睡了 还把那些睡的镜头 拍得栩栩如生 据说汤伟和梁朝伟 在那场戏里面 没有用替身 是真干了 真干了 梁朝伟和汤伟 也都没有否认过 这是什么心理 你是要让女共产党员 身与名俱灭吗 你不但把人家最后给毙了 你还把人给睡了 你还搞的这些大陆的女富豪 女单身 女粉丝 女吊丝 女权主义者们 坐着飞机 专程去香港 看没有山洁过的色戒 专程去看梁朝伟的光屁股 所以梁朝伟的错误 我看要比张学友 要严重一万倍 必须被生之以法 生之以法 我们看看后面的发展 也会给大家带来 第一时间的点评 谢谢您 我们诚挚的欢迎您 给节目点赞 打赏 也欢迎您把它分享 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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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